接下來第三支香水 這支叫做Celestial Celestial 這支呢就是一個帶甜味的柑橘 以及不辛辣不粉也不悶的一個藏紅花的質地 然後開頭呢有一股那種Raspberry 就是覆盆子的獨特的甜味 Celestial聞起來就像是一杯冷掉的無糖紅茶的味道 就是已經泡了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就從水都從熱的變成冷的了 所以就是杯圓上面都結了一些水珠 那種潮濕的水氣感 然後呢因為茶也泡久了開始發苦了有沒有 就是那種微微的苦味也出來了 然後我越聞就越來越覺得 好像有一股人工感的味道在裡面 就是一股那種塑膠那種塑膠味 然後我之後之後呢 仔細的聞我才終於想起來 它就是在Musk裡面的Time Square 那個時代廣場那一支香水的味道 裡面就有一種那種人工感的草莓泡泡糖 這支裡面也有類似的氣味啊 或者呢我會說Celestial這支的味道呢 它就像是一個冷凍的綜合莓果 你知道會有那種冰塊水 那種冰箱的味道的那個冷凍莓果 然後Celestial這支它的尾韻呢 會轉為一個比較溫潤 然後帶有甜度的一個木質的味道 我覺得應該會蠻多斯文 或比較騷比較牙皮一點的男生應該會喜歡 但它這就不是我的菜啦 對就是我沒辦法比較 比較沒辦法駕馭這種的味道 就是純欣賞 接下來第四支叫做Imperium Imperium 那Imperium它的開頭呢 是一個超級無敵酸香又開胃的柑橘皮的香氣 它那個就是聞了會覺得有點開胃 然後覺得就是拌豆腰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很清香耶 然後在十分鐘之內呢 會開始慢慢的有一種香菜 Coreander的味道會浮出來 但是請放心 討厭香菜的人請放心 它並不是那種很新鮮的香菜 沒有那種很惱人很刺激的一個 全類的揮發性物質的氣味 所以不要太擔心哈 然後接著呢就是一股香草跟白花的甜味 就衝出來了 但是呢這個白花不粉也不騷 它也不是主角 它就是過場的一個臨時演員小配角 那主角呢依然是這個很多汁很酸香很開胃的 這個柑橘的一個香氣 然後真的覺得炒雞好聞的非常非常好聞 而且又特別的適合那些白頂階級的男男女女們 就是一個很乾淨素雅 然後很正面陽光的形象 那Imperium這一款的味道呢 我覺得就是一個很符合現代一個氣味審美的一支香水味道啦 它的畫呢我覺得氣味接受度會很高 然後我自己這個人就比較雞花一點嘛 然後我當然也會希望說香水濃度呢可以 其實可以不用做得那麼含蓄啦 可以再更濃郁再更大明大放一點 但是相對來說呢 我覺得說它其實這樣子比較內斂的一個氣味擴散度啊 反而真的很適合一些在辦公室 在冷氣房上班的這些白領男女們 因為它可能就比較不會影響到你周遭的同事 你就比較不會被同事給排擠這樣好不好 OK 接下來第五支 第五支呢它叫做 Vixoret Vixoret 那Vixoret它在拉丁文呢 其實在翻譯成英文的意思呢 就是一個很many plenty 就是一個許許多多 然後很豐富很豐饒的意思啦 它就是一個很舒服白淨的貼膚的味道 各位香水男們 如果你們在看我的影片的時候呢 如果我在形容一支氣味的開頭 開頭就已經在形容說 它是一個很貼膚的味道了 我相信你們應該要理解說我是什麼意思 我就在用一個非常婉轉的方式來告訴你們 mah的這支香水扣香能力怎麼那麼差啊 懂我意思嗎 沒關係 這個Vixoret它的味道呢 就像是一個帶有花果香味的衣物柔軟精 就像是黃色的熊寶貝的味道 那厚調呢等到花果香味都開始退去了以後呢 就會變成一個更貼膚的一個 微微微微甜的一個琥珀香草的味道 嗯 一款香水來說我覺得這個技能完全不剛 但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因為工作因素啦 你就是工作環境你不能噴那種太濃的香水 但是你又很想要身上散發一點 很自然的清香優香有沒有 那就可以選擇像是Vixoret這種的味道 就是好像是你衣服很自然散發的一個 就是一個很好聞的一個柔柔淺淺的 花果香的衣物柔軟精 就黃色熊寶貝 那我覺得還是可以參考看看啦 但是先聲明一下 我雖然說形容它氣味像是一個衣物柔軟精 但我不是說這個味道很廉價 蛤不要搞錯意思了 我只是在說它的一個氣味的濃淡程度 形容給你聽而已好嗎 雖然說啦它聞起來呢 有時候也會感覺像一個一些高級的酒店 那種有時候在大廳或者在洗手間 也會聞得到這種 就帶有一點白花香的一個 多汁三香的一個婆麗葡萄柚的一個氣味 但是Vixoret這支呢 它的味道其實並不會讓你覺得化工感重啦 也不是刺鼻的 所以放心好了 但就真的是以香水來說記憶點真的偏低就對了 接下來第六支要來介紹的來 這支呢叫做 Sumanus Sumanus Sumanus他是在古羅馬神話當中的一位雷神 與他同一梯的弟兄呢 是一位叫做Jupiter的另外一位雷神 那Sumanus他在羅馬神話當中呢 他的雷神的職務呢 是掌管著黑夜時候的雷電與風暴 那Jupiter他則是掌管著白天的一位雷神 所以還是有一點分別的 Sumanus他的味道開頭瞬間非常的清香 然後就瞬間的進入了一個苦與甜的完美交織 如果說是因應他雷神的形象 而去做這支香水味道的話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傳神耶 那開頭一閃而過的柑橘清香 就很像是一道閃電或一個雷鳴 這樣突然 劃過天氣 緊接著呢就是一個苦甜的味道 跟一個很深沉的一個木質土壤的氣味 就很像是一棵樹被雷給啪 被擊中了這樣子 那種燒焦燒回大力 這11支聞到了會覺得起雞母皮的味道呢 會起雞母皮 真的他的味道真的非常的搶眼很濃郁 你一定要試在身上 他的香腹子呢在這支香水味道起到了 起到了非常大的一個作用跟一個存在感 是一個很深邃然後又半乾半濕的土壤氣味 又帶有一點比較動物的一個心騷味的氣息 這真的加深了這支香水味道的深度加深了不少 那其中的琥珀甜味呢 又非常的濃郁 就完美的平衡住了前面那個比較苦的味道 然後在那個甜味裡面 就感覺到類似像一個蜂蜜啊 或者是一個果乾的那種獨特香氣感 然後甜與苦的比例調整真的是非常之好 真的是真的是性感嫵媚又很成熟慵懶 拍手拍手真的不錯喔 那Sumanus這支香水味道呢 其實它氣味結構呢就是我們常常會俗稱的 中東人身上會出現的一個香水味的類型 但是別擔心這支很有氣質 它並不是無腦的瘋狂的去堆疊那些很濃郁的氣味 然後一開頭就啪這樣一股腦的傾瀉而來的 不是喔 不是喔 它的比例很精緻 即使是亞洲人的你也能夠駕馭的來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很喜歡中東那種風格的香水的人 但是又很怕被你旁邊的朋友虧說 啊你身上怎麼一個阿拉娃香水味啊 那我覺得你就可以試試看Sumanus這一支香水啦 或許會很合你的胃口唷 接下來第七支要跟你們介紹的香水來叫做Trojan Trojan 那它這個拉丁文的原文念法呢應該是念作Trojan Trojan 那無論是Trojan還是英文的Trojan 它其實指的都是同一位人物 也就是說在羅馬五賢軍時期的其中一位賢能的君主 叫做永帝 那它的名字真的有一點長 所以讓我看著念一下 它的名字呢讓我瞅一瞅 叫做 Malacus Ulupus Neleva Trojanus 去去午清早 奇怪怎麼原來的名字 怎麼念起來那麼像 在念著 在念著 跟著我一起正音一下 小蜜蜂 總之呢那個略帶有一點奶香甜味的檸檬 它就營造出了那種很有點酸香爽口的一個Lemoncello 一種檸檬車路一種酒 或者是一個Lemon Soba 那種檸檬雪酪的一個開胃一個酸香的氣息 然後那個檸檬雪酪的氣味呢 大概會在身上呢 會維持了大概至少有30分鐘到一個小時之間 只是呢就是可以想見就是比較淡一點啦 就是呢我相信你們懂我這個笑容是什麼意思啦 滑嫩又清透的乳霜狀 不用多解釋 氣味真的就是非常的貼膚 流香時間其實還可以 但是它的氣味的擴香度真的是很差 有多差呢 差到就是我如果噴在皮膚上 我就算是這樣子很 完全把鼻子靠在皮膚上一直狂吸猛吸 我一樣覺得味道真的偏淡真的很淡薄 那它就是那種你如果是一個沒有耐心的人 今天是去香水電視箱的話 你試過第一輪真的不用說 直接就是被淘汰掉的香水味道 因為你真的幾乎聞不到它的味道啦 接下來第八支要介紹的香水 也就是今天影片的最後一支 這支呢叫做 Amber Aquilaria Amber Aquilaria 琥珀沉香 那琥珀沉香 Amber Aquilaria 這支味道呢 是Eletimus他們家 當初的元老級三款香水作品其中之一 它是一個存在感極度強烈的橘色的氣味 就跟我本人一樣 是一個很活潑熱情 但同時有很渾厚很沉穩的一個印象 它開頭呢帶一點微微柑橘的酸 然後它氣味的主體呢 就是一個乾液白蘭蒂 但是但是但是 我必須要聲明 它這支特別的地方呢 就在於說 它不帶任何一絲的酒香氣 絲毫沒有酒氣 啊通常啊 一般來說這種做酒類模擬的香水啊 它都很喜歡著重在描繪酒類的一個酒香 那個Boozy 那個微酥那種醉人的比較性感的那個酒香的氣質 因為酒香酒氣 它本身就是一個揮發性的氣味嘛 它本來呢就是靠你的鼻子去嗅去聞去品見的 所以只要把酒氣微玄桿給做出來 一款酒香的香水呢 就八九不離十了 非常的淺顯易懂 對吧 然後像是白蘭蒂或威士忌這種 經過了成年這種自身酒體的甜度呢 所散發出來的那個甜味 就真的需要靠你實際喝過一口 用你的舌根用你的味蕾 用你喉嚨所散發出來的餘味 去慢慢的品嘗品見了 回到調香的手法呢 也就是說 做酒氣酒香很簡單又很直白 非常容易能夠讓人家理解 酒的概念 但是如果是做酒本身的甜度 卻又不帶任何一絲的酒氣 還要能夠讓人家一聞到就知道說 啊 是康尼亞克 是最頂級的甘義白蘭蒂 那金黃的色澤 那圓入厚實的飽滿口感 哈囉 哇 總而言之 那個境界絕對是就高深了許多 然後市面上呢 就當然也相對的就很少有這種 自作酒本身的甜 而不帶任何酒氣的 酒類的模擬香水啦 Amber Aquilaria它的底蕊呢 就是沉香香草 以及晶瑩剔透的龍咸香之地 我相信如果是很認真 有看我之前影片的鄉下人們 你們應該有聽我說過 形容過 色香跟龍咸香 它質地上 氣味上表現的區別在哪裡吧 我這裡就不多做解釋了 回去自己要複習喔 Amber Aquilaria 這支味道真的是極度好聞 然後它的流香時間也是一流 它的擴香能力 我覺得也是 在他們家來說算是挺棒的了 但是它的價位方面呢 也是Eletimus他們家 最高的兩款 其中之一 所以 啊 你如果跟人家說你試了Eletimus 他們家香水 但是卻沒有適到 Amber Aquilaria 這一支味道的話 excuse me 你這樣子呢 就完全就是 跨年煙火只看到煙沒看到火 買香水只有買到水 沒有香 完全就是殘念啦 呵呵 那麽今天的上集呢 就先跟你們介紹了Eletimus 他們家的八款氣味啦 我相信呢 以你們的腦容量來說呢 是絕對沒辦法記住全部十六款的 所以我就把它分成兩集了拍攝啦 對就是怪在你們身上怎樣 那也是因為時間不夠啦 我不想把影片給拖得太長 所以呢 我就沒辦法每一支都前中後調的變化 慢慢跟你解釋 就只能說都只挑一些重點 來跟你講 讓大家了解他們的個性是怎麼樣而已 當然啦 我覺得今天的重點呢 還是在去去武器走 以及跨年夜火 只看到夜沒看到火 欸我怎麼隨便講都能夠押韻呢 怎麼那才火洋溢啊 真佩服我自己 那麼就請繼續期待下集其他香水 以及這個品牌的一個總結吧 如果你的品味很獨到 走在時尚的階段 不想要再跟別人撞香了 想要知道更多的沙龍香水的品牌資訊啊 或者是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啊 那麼就別忘了記得訂閱艾倫先生的頻道 然後旁邊有個小鈴鐺給我按下去啊 叮叮叮叮叮 按下去 這樣才能夠及時的收到我影片的通知 否則我那麼辛苦拍影片 然後上傳了 然後你們又不看 然後還跟我說什麼 啊你都不更新 哎呀我講這麼多話也累了啦 該輪到你來講了吧 所以別忘了要記得去留言喔 告訴我你對於Eletimus這個品牌 是否開始產生期待了呢 還是單純的就 欸欸欸欸欸 跳過呢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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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